沒有聊四季 天安東跟星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現在來看塔塔對上黑拉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的比賽 算是前四場的一個賽事 這場比賽是由黑拉選擇孟加拉 朝鮮是由塔塔選擇的 塔塔這個戰隊是GL戰隊 一個是大家熟能想的MIPER的戰隊 MIPER算是世界冠軍等級的CD5玩家 他現在寶座可能有點不太寶了 最近有很多高手慢慢又在覺醒 實力比以前又在更巧 MIPER最近的比賽都有點小小失利的感覺 也不是小小 是有點嚴重失利 所以MIPER最近有點陰落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因為可能是MIPER要準備兩種比賽吧 一個是CD54 一個是CD52 現在兩個比賽都參加了關係 所以練習量可能太複雜 沒辦法很專心在準備比賽上 這是我的個人的猜想 並不是真的代表MIPER的發言 我自己本身以前打過比賽 就是真的要同時應付兩種遊戲的比賽 真的是太困難了 還是要專精一點比較好 雖然這個獎詞就會可能比較小一點 因為你有多練別的遊戲就有機會 那個獎詞機率就會擴大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朝鮮打套 打套選朝鮮在這張圖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這張圖其實是海圖 但是朝鮮嚴格來說 他在海上的優勢並不是非常明顯 他只有最明顯是他的這個龜甲戰船 是比較強勢一點 但基本上在海圖沒有其他特別大的優勢 那我覺得如果他打朝鮮的話 可能要海路進攻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這個朝鮮只靠這個龜甲戰船 打久了可能會有點慘 因為這個龜甲戰船 基本上康特船是沒有問題 但是要康特到 這個 康特到對方的城堡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他算是丟向火炮的彈蚊之類的一個傷害 但是他是沒辦法 大於城堡的一個射程 想說這邊怎麼在打 然後這邊扁了幾圈之後 撤退拉兩村 但是這村民有點危險 我又一直被砍到殘血了 稍微一下 手繼續騷擾 這邊的習慣 唉唷 這邊是海路進攻喔 我們現在是路上騷擾進攻 直接偷渡了這幾隻小公過來 這邊已經被黑打看到了 這邊居然直接強行進入 這邊卡套最大的用力是 逼對手插劍塔 那只要讓對手插劍塔的話 朝鮮的優勢就可以慢慢擴大了 因為朝鮮他本身的挖石速度 有提升基本的20% 不用這個採石技術 就有20%的採集速度 而且這個村民還有加三的視野 所以在讓他做塔攻的一個選擇的時候 優勢是非常大的 村民的視野越大 就可以越懂對方的一個地形 越懂對方的地形 就可以越能了解 要插哪幾座的地方 塔才比較重點 這邊很明顯喔 看到兩塊金礦碼 那這邊的話 可以考慮再插一個劍塔 但這邊由於沒有看到 裡面的狀況 所以並不知道主金是在這個位置 剛好是在這個石角裡 有看一下喔 沒有沒有不好意思 他這邊是直到這邊主金的 所以這邊有可能會再來這邊去插一座劍塔 但這邊插的話 可能要插到這個緊繃的位置 才有可能是到這個位置 目前看起來 塔套採石只有三個人 並不會插的這麼深喔 這邊是打算用一個連環塔的方式 那什麼是連環塔 連環塔算是在世紀帝國決定版之前 HD版本的時候很常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這個塔連續把它串連起來 再讓這個塔跟塔之間 可以互相照應喔 就是如果這隻塔被近戰單位打的時候 另外一隻塔也打到的一個範圍內 就叫連環塔 像如果這隻塔立起來之後 你要把這個劍塔 蓋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地方 或這個地方 這個它的射程範圍內 就可以形成這個連環塔 好那朝鮮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就可以升級這個劍塔 劍塔是免費自動升級的 那就要來看朝鮮以後需要怎麼打 因為這邊孟加拉黑拉 早就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弩炮戰船也在升級 好二級伐木一點下了 而且朝鮮塔套這邊是有點在棄海的 並沒有打海 所以海有點在四處潮上 已經開始沒有魚的優勢了 反正是黑拉這邊 魚的優勢蠻大的 特別魚床還在繼續補 而且補也是深海魚 金槍魚 好移到了城堡時代的朝鮮 我們馬上就有這個防禦箭塔 再加上這個二攻 射程就會同源 朝鮮除了箭塔強勢之外 還有投死車也很強 它的投死車可以減少最小的範圍 就是投死車如果你用貼進去射它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攻擊的 但朝鮮的投死車 是有機會還是可以射得出去的 好 那他到這邊上次冒之戰 第一件事情就是 點一隻 追甲戰船 來照應這個陸地區單位的一個防守 好 那這邊有四台火戰船 在這邊等 那孟佳的海戰比較特別一點 它算是海上圍巾版的感覺 就是圍巾狂戰士會自動危險 來KELA這個文明孟佳 他的船也是會自動回血 雖然回血的幅度不大 但沒分都還可以回15滴血 但是布小補 像他這樣子的嘛 血量就會慢慢的燒上去 3滴 慢慢補 4滴這樣子 那KELA這邊 把對手的塔 那個海打掉之後 那海在這邊找 看有沒有偷蓋漁港 那這邊有偷蓋一個 那個漁港在這裡 感覺這邊趕快挖石頭插箭塔 或是直接插石頭在這個位置 趕快把這個地方走下來 會比較好一點 好你看龜甲戰船的一個反擊 龜甲戰船回頭一個打砲 哇你看 範圍傷害啊 直接殘血 這就是龜甲船在前期的一個優勢的威力 但是如果剛才打城堡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他是射程很短 只有6射程 那城堡的話是7射程 還8射程那樣 依照文明 有些文明是不同的 那這個射程很明顯就會被 被城堡射爆 所以去硬點城堡的話會有點死張慘重 還是要出這個火爆彈層比較好 那龜甲戰船打船隻的話效果就很好 很有明顯這個巨大的傷害 哇這個頭車順便砸一下 但是可能要被燒掉一台戰船了 哇這個龜甲戰船爆掉之後 這個魔族做得很好 那之前我們在看到 韓國的這個龜甲船影片的時候 我們有在特別講 龜甲船到底怕什麼 那龜甲船其實比較不怕奴號戰船 他比較害怕自爆船跟火戰船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一定可以追上龜甲戰船 龜甲戰船最大率是跑得慢 然後射程輪 但是他遠防高 所以用奴號戰船打的話 可能比較沒那麼好解決對手 那用火戰船的話就很好打 就像佩拉這樣子 出一些火戰船直接去燒了 好那這邊連環塔直接慢慢抄主金了 那順帶一提這邊 最好解決連環塔的方法 就是把城堡拆的地方 然後趕快出這個頭子車 或是給那個救贖之小 僧侶 可以招搶對手的頭子車 防守比較好 這邊黑塔去走 對手頭子車在家裡 蓋城堡的時候 一定要用頭子車來cover 因為不然對手的頭子車 可能會直接把兵器砸掉 這樣很容易就會擊掘了 所以你在硬蓋城堡防守反殺的時候 把這個對方卡住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出頭子車 避免被對方的頭子車砸爆 懷疑人真 所以這邊 黑塔的戲也是做得很好 該買的保險都都買 我就是要直接硬蓋 因為我看一些2000多份天梯的玩家 還是會直接硬蓋 但是很常就會看到被對方的頭子車砸爆 那黑塔這邊有出頭子車的話 基本上最少塔套也就不會這麼輕舉妄動 就會比較謹慎一點 就會做出這種越取的行動 太誇張的行動 OK呢這邊 劍塔看 哇這邊秀得不錯 塔套這邊直接秀掉黑塔的頭子車 但這台頭子車也賺到了蠻多時間的 所以已經不虧了 那塔套這邊 完全在往後方攻勢 那黑塔反而是在前線 把這個城堡蓋了起來 那這邊城堡的射程是8 還有1級射 所以是1射程 那龜甲船的話就很慘 只有6射程 所以要去反制龜甲船的話 有點困 龜甲船要反制城堡是有點困 但是相對的 他打這個船或是漁港 效果就還可以 其實不會太差 反這個漁港這個 算是蠻近的 比較不錯的問題 好 那龜甲船的數量慢慢濃得起來 但是數量還不是很多 朝鮮並沒有全部打龜甲船的樣子 然後龜甲船直接被燒爛 燒出這麼快 剩下50幾滴 20 36 28 24 22 28 28 96 21 倒了 龜甲船 直接找地 好那這邊朝鮮 劍塔也蓋了起來 想要來爭霸這個中間的礦區喔 但是 黑打這邊早就建起了城堡 那後方這邊的攻勢 雖然 這個劍塔還是有在蓋 但 這個現在塔的攻勢 到城堡時代之後 反而就沒這麼有優勢的感覺 可能還是要趕快去差別的地方 不然在這邊慢慢拖了 好那這根劍塔 插得有點裡面喔 這個 這個射程是不是可以射到這裡面啊 哇可以耶 可以射到土金喔 好 那如果韓國這邊在剪下這個 一層技術的話 劍塔射程可以再躲2 所以這邊要不要點也是蠻看責的 雖然我覺得現在這種情況應該什麼太需要點 這邊趕快來審到帝王時代 比較實際一點 好這個一層技術 帝王之後再點就ok了 重點是現在這個城堡該怎麼解決呢 好 那黑打這邊是選擇出一隻 裝甲戰象 要來去頂對手的一個瞭望塔 也是不瞭望塔 這個是防禦劍塔 防禦劍塔的話 射這個裝甲戰象 可能會傷害很低喔 但是戰象也要特別小心喔 對手的一個村民喔 直接上來硬尻 很容易把這個村民島真的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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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 好這邊直接過來 但是黑打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新的劍塔 好直接先開一新的劍塔 那家裡後面也是慢慢出了一些戰象 想直接過去拆這個防禦劍塔 好直接把木槍全部滴掉 同時車還在砸 沒有砸了很多血量 好這邊出了一隻戰車 將來射村民 結果這邊前線再蓋一個城堡 後面龜甲戰船直接打到了 看來這一個劍塔能拔得掉 好那塔道看起來是要趕快繞跑囉 不然這邊可能要全軍附落了 村民趕快閃 那這個電塔也應該是拔不掉 應該是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了 現在只要靠這個城堡 就可以進了一局 把這個防禦劍塔填緊不掉 但後面這一道防線還是做得不錯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卡套要怎麼扳擊對手 搶到中間的一個優勢 搶不回來可能會直接GG喔 好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怎麼打 好那這邊火戰船 包起來包起來 好火戰船大量直接過來想要包抄塔套的一個火 然後龜甲船 但是龜甲船 但是龜甲船 直接到城堡下 城堡射 所戰船傷害非常高啊 直接射掉了三台啊 那這邊龜甲船直接熄滅 沒事 欸但是這裡一出來的運輸船 可能要被燒了 哇被燒掉 那這邊再補個箭塔防守一下 但是後續的進攻 朝鮮沒有 我並沒有在後面蓋什麼東西咯 好那目前看起來 朝鮮塔套如果要在後面繼續進攻的話 感覺是要繼續蓋這個BK的 這個造頭子車比較好 因為他本身有這個金掛頭子器 可以讓頭子車的一個射程 再更遠一點 其實韓國的頭子車的射程是 西地國裡面射程最遠的一個文明 所以這邊可以利用這個頭車的優勢 去慢慢拆這些DC 感覺也是不錯的 不然朝鮮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出這個工兵單位 朝鮮的工兵也是ok的 然後就是出馬戰車 這些單位都算是朝鮮一個後期的選擇 好那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好馬上補下了這個 重型火戰船 好 隨便一點化學補下 好 貴家船直接被打爆 很多船已經被頭車砸到 已經殘血了 這邊要來換一下這個 清頭 但是來不及換掉 可惜 剩4滴 中間這塊區域還是被黑亞拿下 黑亞這邊還是 蠻輕鬆的感覺 感覺他有點在度假了嗎 我覺得打得蠻愜意的阿 沒什麼太大的一個碰撞 都是你打我打你的 然後我剋你剋我 然後我猜你猜我 這種感覺 好中間到帝王時代之後 頭石側開始開砸 那一到帝王時代之後 韓國的一個箭塔 也變成大型箭塔 充其力8加6 好這時候又點下了工程 工程師 可以增加這個巨型頭石機的一個射程 然後還有外的20%傷害 好 帶城堡師非常快 帶城堡師非常快 前面攻擊我戰船還沒有摸到 對方的時候 這個大型箭塔就解決掉了 哇那以上利用的是在 朝鮮的塔攻 開始顯得有點無力喔 感覺這些箭塔是能一直插 一直爽的 但是並沒有連環插到對手的 經濟重區喔 那黑拉中間反而是 金礦挖得很開心 那趕快再出 黃金兵種 去抵制對手進攻 然後防守中間 嗯 等到中間守住的話 黑拉基本上是百分之在穩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塔塔 到底要怎麼把 弄進了一個 黃金礦島的場面 好 更大量的火彈船出來了 欸這不是火彈船 這是奴炮彈船 喔 好 兩邊都整出奴炮彈船了 黑拉 這邊也是喔 呃 好險這邊 並沒有找到 布甲船了 那奴炮彈船的話 希望多下來 是蠻難慘的 但是如果要夢陣型的話 還是搭配一些火陣 很加少 所以不少少 不然這奴炮彈船又被打破 後來 唉呦 這邊結局 傷害 兩秒很快 要倒了要倒了 團直接被夢爆 好 那後面這邊也想要交戰 雖然前線這個地方 一燒 黑拉這邊看著絕地大反攻 中間 空虛拿下之後 機器非常好 雖然其實村民並不多 因為村民現在蓋這個PC 雖然再補回去了 看看這個黃金樹可以補到多少 還是太少了 自己家的主金都還可以開始挖 呵呵 他島上的黃金都還沒挖 我先挖中間的 非常聰明 那中間挖完 技術死手 那還可以 安安無能撤退 好 那黑拉這邊 城堡的動物守不住 直接被投爆 四季投 真的是很難守 這邊又來剪下魔物防水抽 剪下這個的話 那朝鮮的蓋房子的速度 會更快一點 所有的建築都會蓋得很快 這邊是要繼續塔攻的意思 如果要加快建造速度的話 感覺是要塔攻一直線 但其實後面家裡 並沒有村民 這只有三隻小公子在後面而已 那這邊要出幾台火炮 好想要來反擊對手 黑拉的一個 球 巨頭的一個拆解 這球都成為最打角 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 雖然這個火炮 還是很容易 被巨頭給砸到的 好 那巨頭順利解掉了 欸火炮直接送掉 哎呀 這個就沒空調了 好 但是黑拉中間還在兼弓 黃金還是拿著 火炮船在後面也是 五四五五層的下面 這邊有的炮戰船 開始在偷挖 偷打這邊挖木頭 雙面蛋出面 馬上進去 先補下了一個城堡 但是這邊看起來 稍微是通常中 才可以幹起來城堡 好 搞不好戰地也要看跑了 好 那韓國這邊經濟有點爆炸喔 只有十片田 但是木頭卻有79 黃金二四 那感覺是要OE一波了 這個感覺不在OE好像也沒機會了 好 火爆戰船 開始在拆這邊的城堡 城堡快要倒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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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蓋起來了 哇 黑啦這邊城堡的位置 蓋子都還不錯 這兩個位置可以 封屬一些海域喔 然後可以保護自己的木頭區 欸 加上來說 海算是蓋的不錯 尤其是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 塔套的一個出海 因為他的漁獎都蓋在這個位置 那感覺黑啦 還算是比較略勝一籌的感覺 那朝鮮這邊是慢慢的用這個塔弓喔 在想要來反擊一下 火炮都又出了一下 巨頭的話就不能輕易的去解掉這個火炮 火炮可能還是要靠這個 騎士之類的單位去解 那孟佳的話有這個戰車喔 欸 但是這邊是決定要出這個青騎兵 青騎兵的話就不用黃金喔 直接硬拆也是可以的 完蛋了完蛋了 火炮沒有地方跑 先騎兵開始追了上去 火炮四處逃串 怎麼辦怎麼辦 回頭打一下沒用 但是大體驗還傷害很高 火炮還要加7不能太多了 這個傷害 而且後面還有這個龜甲船 在後面輸出輕騎兵 血量掉了水運場很快啊 好這邊這邊大戰 船艦 船艦這邊全部封入我的戰 但是這波火戰場看來就是 全部爆蘆號戰場的 好險 好想打派一 OK 然後上台 十六個勝一籌 在這邊 孟佳 黑拿可以考慮出這個火床 加上這個 自爆船 這樣會更有用心一點 只要繞到幾艘自爆船 到他們的船的中間 這個戰體 就會大大的改變 好那因為卡套加領機沒有金礦了 可以開始來考慮挖對方的黃金 那這邊黑拿陸地上有什麼手呢 對方雖然雖然沒有火炮 但火鍋還是可以注意到的 我覺得黃金很有可能會被對手幹走 這邊黑拿可能要死不要打陸地了 那不能再去打 機械靈 好那最後一波的感覺囉 因為朝鮮這邊的黃金 好像也不太多了 家裡的黃金 喔唷 這邊偷偷巨頭過來 那這邊黃金量越來越少 這塊安全的黃金吃完 看我後面這塊黃金吃完就沒有了 然後這邊的爆船直接出出 但是這邊 巨頭要被村民拆爆了 這邊直接偷偷登入 有點太偷了一點我覺得 好 山貓直接蓋起來 對方機器效果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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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海戰進攻 海戰大概火鍋能過來開燒 但是 算是前後包夾喔 但是 正面 看起來 火號戰船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火鍋可以再慢慢的 擋對手的一個火號戰船 但沒有製造船 製造船的話 這一排全部倒喔 看就是沒有製造船 很可惜 好我過來手更正一下 為什麼沒有製造船 是因為 韓國本身這個文明就沒有製造船 所以這個沒有製造船 很可惜 因為他沒有 並不是差不多 我忘記了 這個製造船 並不是美國文明都會有的 反正朝鮮是沒有的那種狀況 所以說服火彈船來說 KLA的火彈船算是無敵喔 再加上製造船的話 KLA應該是輕輕鬆鬆的海域是能打類的 OK 好 大洋青蹄兵砍掉非常多的强弩 哇 这边青蹄兵非常赚 那孟加拉青蹄兵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效果 好 这边海战就要再一出击沙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用火炮战船太多了 直接扫射火炮火战船 在这边城堡可能也要不跑了 只能在14502D 但是没有这个火炮战船 应该是还行 哇 那这边如果超甜蹄兵就算冬天又抢了回来的话 现在技能上也没兵哦 咦 没兵啦 没有黄冰的 好 等你也来看一下这波交换 后面还有两个电塔在输出 火炮战船的数量倒得很快 火炮战船差点很高 火炮战船的血量掉超快的 最多交战又是黑拉输了 那黑拉这边打出了 GG 哇 我以为朝鲜这边会出这个火炮船 不是火炮船 这个龟甲船 直接去反杀对方船船 那除此之外他没有这样做 而且中间还打输耶 黑拉这边是中间打赢却输的比赛 这件事其实非常诡异哦 正常来说 抢到这张中间地图的人 应该是会赢的 但是平平是黑拉这边 投降 这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那这边龟甲船也没有到全海岸封锁 主黄金其实也有手下 但我不确定为什么要投降 这个投降的原因 有点不明所以 我觉得他再继续打下去 应该是还有机会的 但是这机会可能是要 心态我觉得是心态 因为其实你们要看哦 塔套这边朝鲜 黄金已经挖到零 其实再拖久一点 黑拉可能就会输了 但黑拉没有想到 用黄金淹死对手 如果他有想到的话 可能这场比赛他就会赢了 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木头赢2万 朝鲜这边 军事单位有这个木头的减免 那他挖这个木头 真的是有点太爆炸了 多挖2万木 食物只有一万古而已 黄金一万八 石头三千 那孟加拉这边是石头八千瓦 挖手挖超多的 应该是中间那堆石头给的 那食物的话有三万三 但是其他的资源就少一点 那孟加拉的话 木头应该也要像塔套这边那么多 大概四万左右就差不多了 三万的话确实 道嘎那个比赛还是有点少 因为这个火战船 木头需求量也是蛮高的 而且黄金也是蛮吃重的 呃没有办法 黑亚这边虽然抢下了中间 但是被换掉太多单位了 应该是要早点去出这个自爆法 去把对方的挪炮战船炸一炸 可能机会就蛮大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